一边贩卖文物,一边捐款抗日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1957年,身患肺炎的卢亭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在绝笔信中写道 我的确感到非常羞辱 因为我是使这些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 究竟有多少国宝在它的运转下流失到了国外呢? 答案是难以计数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 民国期间流失海外的古董 有一半由他受到了欧美 包括出现在历史课本中的《朝灵六郡之二》 《夏露子》和《全毛瓜》 但他在发国难财的同时 又非常怀念祖国和家乡 不仅支持祖国的抗战大业 还每年给老家计2000美元 更离奇的是 他娶了一位15岁的法国娇妻 却与34岁的岳母保持着长期的暧昧 妻子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的综合体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卢清斋本名卢幻文 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小山村独家渡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勤俭持家才能维持生存 但他的父亲却非常不省心 父亲不仅染上了鸦片 还酷爱赌博 让本就贫穷的家庭更加窘迫 母亲在艰难之声数年后 含恨自尽 不久后父亲也撒手人寰 十岁的卢幻文 从此跟着同样贫寒的唐叔生活 寄人篱下的心酸 穷神恶鬼的拜访 使他迫切想要改变悲惨的命运 为了谋取生计 他在15岁时外出闯荡 进入了南巡巨父张家当仆人 南巡镇是湖州的行圣之地 以蚕思想于中国 涌现了不少豪门大族 当时有四象 八牛七十二狗之说 家产超百万两白银的 才可以称为狗 五百到一千万两的称为牛 超过一千万两的 则尊称为象 张家正是南巡的四象之一 钟鸣鼎时 富裂王侯 卢焕文先是在厨房做工 后来由于勤快机领 被提拔为张家二公子 张静江的仆人 作为超级富二代 张静江对老爸花钱捐的官 毫无兴趣 满脑子装着推翻大清的危险想法 老爸就把他送到法国避险 张静江出国时 只带了一个家仆 那就是22岁的卢焕文 到达巴黎后 张静江创办了一家通运公司 经营丝绸 茶叶 瓷器 及珍贵古董 卢焕文也参与到古董的业务中 在店中荡起了学徒 他刻苦学习着古董知识 经商技巧 还熟练掌握了英语和法语 因此被提拔为古董店的掌铺 人生有许多关键的节点 当时浑然不觉 后来却深刻改变了命运 得育两主的卢焕文 从此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在公司的高效运转下 张静江赚了很多钱 但兜里却没有多少余额 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志同道合的挚友孙中山 侵害革命成功后 张静江返回国内 被孙中山成为革命圣人 后来更成为了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 卢焕文则没有回国 已经成为古董界高级玩家的他留在了法国 1908年 28岁的卢焕文 开办了一家古董店 因为自己改了个雅致的名字 卢琴斋 而在他古董店的隔壁 有一家帽子店 店主名叫奥尔加 经过几次接触后 两个人彼此吸引 踏实了正式的交往 但是奥尔加并非单身 且比卢琴斋大四岁 由于出身贫寒 奥尔加在少女时期 到一个上层人家做保姆 结果被男主人又肩怀孕 19岁就生下了女儿玛丽罗斯 为了掩人耳目 男主人就给他开了一家帽子店 依旧保持着情人的关系 奥尔加喜欢上了卢琴斋 但又不想失去帽子店 于是想出了个主意 让女儿玛丽罗斯 嫁给卢琴斋 以岳母的身份遮掩爱情 这样就可以两者兼得了 两年后 30岁的卢琴斋 和15岁的玛丽罗斯 迈入婚姻的殿堂 先后生下了四个女儿 但始终和岳母 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碰到这样的丈夫和母亲 玛丽罗斯最终患上了 精神分裂症 清场得意的卢琴斋 事业上更是得意 时值清政府垮台 大量股完珍宝飘散在海外 卢琴斋 凭借着高超的建厂能力 以低价购买了许多珍品 但当时的欧洲 更加欣赏日本的艺术 神秘莫测的中国艺术 反倒落了下风 为了把中国艺术推销出去 卢琴斋 开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和学术研究 还创造了中国巴洛克 和古典时期等这些 让欧洲人能领会的心词 由于他天才般的商业头脑 欧洲人对中国艺术的热情 逐渐高涨 以前他们主要收藏瓷器 但在卢琴斋的指引教导下 他们还爱上了中国的古裕 青铜 佛像 壁画等 然而这既是一种胜利 也是一种灾难 卢琴斋成为了 保护盛名的中国古董建商家 也把更多的中国古董 运到了欧洲 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他与上海的古董商吴奇舟 合伙建立了卢武古玩公司 疯狂收购民间的各类珍宝 并从盗墓者手中 购买佛像 壁画等稀有文物 事实上 民国政府颁发了禁止 和限制古物出口法令 但有张晋江这样的靠山在 卢琴斋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他每年回中国一两次 选取货物 运到西方贩卖 赚得盆满钵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卢琴斋敏锐地意识到 世界中心已经转到了美国 自1915年起 大举进军美国市场 凭借着在欧洲期里的人脉和名气 卢琴斋很快贡献了美国的上流社会 像小约翰·洛克菲勒 银行家JP摩根等 都是他的忠实客户 由此 卢琴斋背靠民国政要 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美的古董帝国 成为了西方社会 众口赞誉的古董教父 比如加世德 国际拍卖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罗拉就曾经评价 他是第一位了解市场全球化的股东商 而代价就是 中国文物的疯狂流失 我们的国宝 唐太宗招邻六郡 卢琴斋原本想把他们打碎 运到国外 幸亏有四郡被政府查获 但其中的两郡 萨露子和全毛瓜 还是在1916年至1917年 流失到美国 竟然被卢琴斋当成见面礼 以12.5万美元的超低价格 卖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更让人心痛的是以下的几个数据 卢琴斋亲自在纽约举办的两次拍卖 出售中国文物2800余件 在巴黎的一次展销中 他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 这仅仅是三次的数据 近已接近6000件 1920年 40岁的卢琴斋如日中天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寸土寸金的艺术中心巴黎 建造一座中式风格楼房 巴黎的城市规划非常严格 建房要经过多层审批 新房的高度、材料、风格 都要与周围建筑和谐 但有钱能使鬼推磨 卢琴斋在1926年 直接买了一栋拿破仑三世时的公馆 经过三年的改造 变成了一座五层的红色中国式楼房 就称为红楼 红楼的地下室 就像是中国石窟的博物馆 云集了龙门、云岗、天龙山等地的石窟 恢红壮丽而深邃 地面五层也全是展品 一层是从中国倒戈的精美壁画 二层则以花鸟为主题 墙壁上装饰着明清花鸟人物的漆画 家具上浮雕着花鸟 就连窗户也是雕花风格 这上面的三层则陈列着印度和高棉的艺术 由于馆藏丰富 价值难以估量 这座红楼被誉为中国卢浮宫 矛盾的是 这个靠掠夺祖国文化支付的超级富豪 对于祖国和家乡仍保持着深情 当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它立即动员了公司全体人员 并捐出了上千法郎 随后又在日内瓦的易卖中 卖出了九件珍宝 将所有收益捐给了中国红十字 而对于自己的家乡 它每年都偷偷地寄回两千美元 但综合而论 这些善举并不需要太多开销 只能稍微弥补它的罪恶 伴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 它的古董帝国也轰然倒塌 1948年7月29日 它精心准备了数年的成果 共计342件文物被截留在国内 其中有一尊春秋晚期的生尊 后来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一年半后 它在纽约黯然发布声明 我的古董生意已经山穷水尽 无以为继 因此我不无遗憾地决定 从此退出古董交易这个行业 晚年的时候 独情斋非常渴望夜落归根 但根本不敢回到中国 它感到十分矛盾 它承认自己是无数珍宝流失海败 但它也认为此举 让国宝名品避免了战乱 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道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与其勉强把佛像留在中国 沦为有价的商品筹码 再遭盗贴破坏 不如妥善保管于国外的博物馆 充当活的文化大使 1957年 独情斋瘫痪在床 又身患肺炎 最终在瑞士的一家诊所去世 中年77岁 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他认为四个女儿都是法国人 没有教她们任何中国的知识 所以卢家的后人 与中国毫无往来 滚滚长江都试水 浪花讨见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世间的多数人 都可以盖棺定论 但还有些人 哪怕去世半百年 也难以评说和理清 评价一个人 是不能脱离时代的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永远不让国家 再经历那样贫弱的时代 只有祖国强盛 才能避免历史重演 从根本上 不绝庐情斋之流的出现 也不忘了 口网子 不吝点 网子